为什么说男人的底线是神圣不可侵犯 因为底线呢就等同于男人的尊严了 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隐形底线 而且他一定是反复跟你强调过很多次 比如他绝对接受不了你跟异性的暧昧 对于背叛呢更是零容忍 又比如说你在家里可以作可以闹可以耍脾气 但不能在外人面前践踏他的尊严和脸面 再比如说对待他的父母你可以不爱但不能伤害 在这个底线之前他可以无限的包容你 但如果你明知道他对某些事某些人非常介意 你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试探啊 一次两次他可能会原谅 但第三次第四次之后他就只能挥剑崭新丝了 等到最后呢他终于不再哄你了 也不再顺着你了 你说离风吧 他说好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 不要怀疑 他不是不爱你了 不是心里有别人了 只是你的种种行为 给他带来的伤害和折腾啊 已经彻底突破了他的底线 所以呢 他才表现的那么的冷漠和觉醒 甚至呢 头也不回地离开你 当手机突然黑屏的时候 不要一味地责怪电池不好 电池 电量不是突然从一摆变成零的 只是你忽略了低电量的提醒 你放肆地消耗着手机的电量 最后黑屏关机就是你自找的结局 手机是这样 感情也是这样 感谢观看